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焦点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Cybertruck到底是为谁设计的 阿肖卡·莫迪认为 印度在道德领导力方面存在不足 这导致了印度的发展受阻 各种新型电池将为电动汽车提供动力 普拉伯沃将如何领导印度尼西亚 英国表示 新的香港国家安全法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 请大家收看 马斯克的隧道公司The Boring Company 因其被指缺乏创新和工人安全问题而受到审查 彭博社 据彭博商业周刊报道 埃龙 马斯克的隧道公司The Boring Company 因其被指缺乏创新和工人安全问题而受到审查 该公司的目标是 创建一个连接城市的高速地下交通系统 但它已经减少了雄心 并目前正在拉斯维加斯进行一个隧道项目 该公司面临来自工人的投诉 包括有毒水和化学灼伤等不安全条件 The Boring Company否认了这些指控 另外 彭博记者汉纳 埃利奥特对特斯拉Cybertruck进行了评测 并发现它令人惊喜得好开 尽管设计具有争议性 埃利奥特指出它在路上很显眼 并吸引了路人的注意 Cybertruck的续航里程并不像宣传的那样 令人印象深刻 但驾驶体验很愉快 然而 埃利奥特对支持埃隆 马斯克表示了保留 因为他的行为颇具争议 最后 埃隆 马斯克与圣和赛的一个派店店主 发生了争执 特斯拉曾向该店订购了大量的派来庆祝情人节 但后来取消了订单 这一事件引发了愤怒 但马斯克在推特上表示 他会解决问题 争执的解决情况尚不清楚 总的来说 埃隆 马斯克的企业面临着工人安全和缺乏创新等问题的批评 同时也引起了关注和争议 阿肖卡 莫迪认为 印度在道德领导力方面存在不足 这导致了印度的发展受阻 经济学人 经济学人的一篇专栏文章指出 印度正面临一场恶化其经济和社会问题的道德危机 该国领导人忽视了教育 性别平等和环境保护等公共利益 导致缺乏体面的工作和可持续发展 在全国选举即将到来之际 情况尤为严峻 政治家们更关注短期的施舍 而非长期的解决方案 该专栏呼吁印度的公民意识发生转变 更加强调地方政府和公民参与 这将有助于解决 该国在就业、人力资本、司法和环境方面的不足 并给那些寻求海外机会 或为自己的权益抗议的人带来安慰 该专栏认为 只有当印度的公民 能够真正从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中受益 该国才能成为一个崛起的国家 各种新型电池将为电动汽车提供动力 经济学人 波兰的尼萨工厂是欧洲第一个生产用于电动汽车 EV的锂离子电池正级材料的工厂 该工厂由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材料集团 由米科尔所拥有 其模块化设计可以快速切换生产 以满足不同类型电池化学品的需求 EV电池是汽车中最昂贵的组件 占据了大约40%的价格 正级是电池中最关键的组成部分 占据了其价值的大约一半 尼萨工厂的生产过程复杂且专有 参观者和员工需要移除所有个人物品 包括手机和珠宝 该工厂主要使用锂作为主要原材料 这些锂来自智利和澳大利亚的矿山 然而该工厂还在探索替代电池化学品 包括磷酸铁力、LFP、电池和纳电池 尼萨工厂已经在扩建 正在与PowerCo合作在隔壁建造第二个工厂 PowerCo是大众集团的电池业务的合资企业 普拉伯沃将如何领导印度尼西亚 外交政策 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普拉伯沃 苏比安托在第三次尝试中赢得了总统选举 初步计票结果显示他获得了58%的选票 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即将卸任的总统佐科 维多多的受欢迎程度 维多多在2019年任命普拉伯沃为国防部长 并支持他今年竞选总统 普拉伯沃的经济政策是民粹主义的 承诺增加补贴并增加财政赤字 他的胜利可能被视为佐科维多多总统任期的延续 但普拉伯沃好多的性格和过去的人权记录 引发了对印度尼西亚民主未来的担忧 英国表示 新的香港国家安全法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 彭博社 英国外交大臣戴维卡梅伦批评了香港拟议的安全立法 称其违反了该城市的国际义务 香港特首李家超提出的这项立法将限制言论 表达和新闻自由并可能将国际组织的工作标记为外国干预 卡梅伦还对缺乏独立监督和没有明确的无罪拘留程序表示担忧 他敦促香港政府重新考虑这些提议 并与香港人民进行有意义的磋商 亨特 拜登作证称他从未让父亲参与商业活动 华盛顿邮报 亨特 拜登作证称他从未让他的父亲总统乔拜登参与他的任何商业决策 他指责众议院共和党人以谎言为基础建立了整个党派的纸牌屋 众议院共和党人一直努力寻找确凿证据证明 乔拜登从他的家人的商业追求中获益或者扮演了某种角色 亨特 拜登的出庭可能为共和党人提供最后一次改变弹劾调查轨迹的机会 尽管共和党人努力证明总统从他的家族企业中不当获益 但迄今为止 调查主要产生了无罪证明的陈述 一项民意调查发现 随着世界各地国家举行选举 民主的吸引力正在减弱 美联社 皮尤研究中心对24个民主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 虽然戴意志民主仍然是最受欢迎的治理体系 但对民主的满意度正在下降 调查显示 59%的受访者表示对自己国家的民主运作不满意 调查还发现 对更加威权主义的政府形式的支持正在增加 自2017年以来 在八个受调查国家中 对强有力的领导人的支持率上升 此外 对强有力的领导人的支持在印度最高 有67%的受访者认为 这是一个好的制度 寻求动摇俄罗斯 马克龙挑衅盟友 纽约时报 法国总统埃马纽尔 马克龙发表了一番有争议的言论 引发了辩论 并在盟友中引起了不安 他表示 不排除派遣西方军队到乌克兰 马克龙大胆的声明 揭示了西方盟友之间的分歧 以及北约盟友在捍卫乌克兰问题上的限度 一些人认为 马克龙的声明 是在他在国内孤立无援 在以色列 哈马斯冲突中显得边缘化的时候 寻求重要性 然而 马克龙辩称 在乌克兰采取不同行动的理由 是压倒性的 抗议选票 是一种选举警告 拜登不能忽视 BBC 密歇根州选民 在周二的民主党初选中向白宫发出了明确的警告 即总统乔拜登对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的支持 可能会在11月的总统选举中让他付出沉重代价 活动人士鼓励人们不要投票给拜登 而是在选票上标记为 未决已是抗议 超过10万选民 就是这样做的 虽然这种抗议投票 对于仍然以81%的选票 赢得比赛的拜登来说 并没有立即的危险 但如果这次没有支持他的人 在11月份不出来为他投票 这可能在总选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016年 希拉里 克林顿在密歇根州 输给了唐纳德 特朗普 差距不到11000张选票 密歇根州是美国最大的阿拉伯裔美国人聚居地 其中大多数人对他们在加沙看到的破坏 感到深深的不满 拜登总统不能忽视 他们对加沙永久停火的要求 对拜登在以色列问题上的立场不满 不仅限于阿拉伯裔美国人和穆斯林社区 许多年轻选民也感到愤怒 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 经常发生抗议活动 PTI声称从查尔斯国王那里解救了赛哥 并呼吁停止这项运动 华盛顿邮报 动物权益组织 PTI从查尔斯国王的皇家庄园 就出了三只赛哥 并敦促国王与这项运动切割联系 PTI在1月份以1500英镑 1896美元购买了这些鸟 并将它们转移到了一个鸽子庇护所 该组织给国王写了一封信 要求他考虑将皇家鸽舍 改建成这些鸟的避难所 批评者认为赛哥运动是一项残酷的运动 指出过度繁殖 恶劣的天气条件 疲劳 迷失方向 和捕食者对鸟类的威胁 环球音乐升级与TikTok的争斗 撤下Coldplay和Harry Styles的歌曲 彭博社 据知情人士透露 大量来自主要艺术家的歌曲 将不再在TikTok上可用 上个月 环球音乐与TikTok的合约到期 双方未能就续约达成一致 从TikTok上 移除环球音乐的出版目录 将对整个行业的其他表演者产生影响 环球音乐试图迫使TikTok 增加对唱片公司和艺术家的支付 而TikTok则认为其应用为艺术家提供了无价的推广 由于TikTok仅占环球音乐年销售额的1% 所以 环球音乐在这场争端中的财务损失应该是很小的 最高法院重新引发了关于社交媒体是否是公共广场的争论 华盛顿邮报 美国最高法院重新引发了关于社交媒体平台是否应被视为公共广场的辩论 此次审查是在法院考虑佛罗里达州和德克萨斯州的法律是否为现实进行的 这些法律将限制在线平台对用户言论的调控 两个州的律师认为 Facebook YouTube TikTok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网站应该遵守中立和非歧视的标准 一些大法官对这一观点表示同情 指出互联网已成为现代的公共广场 然而 这个类比也有另一方面的影响 首席大法官约翰 罗伯茨暗示政府应当谨慎干预已成为言论自由必需品的平台的政策 市场权力的问题也被提出 法院正在考虑Facebook等平台是否应该享有歧视观点的第一修正案权利 随着华尔街的漂移 ASX有望回落 比特币达到6万美元 悉尼先驱晨报 美国股市正从历史最高点漂移 并略有下跌 标普500指数在下午交易中下跌了0.1% 延续了自上周创下记录以来的平静和无精打采的走势 道琼斯指数下跌了74点或0.2%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接近2021年创下的记录后一天下跌了0.3% 新生猴子是该物种的希望之兆 BBC 在贝德福德郡威普斯纳德动物园 诞生的一只福朗索猴宝宝 为这一宾威物种带来了希望 这只新生猴子 有着鲜艳的橙色毛发 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变黑 该物种被列为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红色名录上的宾威物种 野外数量持续下降 由于非法猎捕的威胁 估计野外只剩下2000只 这只猴宝宝是繁育计划的一部分 旨在增加物种数量 乔治娃获得勒梅尔支持 连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 彭博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总裁克里斯塔利纳 格尔基耶娃 克里斯塔利纳 获得了法国对可能连任的支持 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 勒梅尔表示 格尔基耶娃做得非常出色 如果他决定寻求连任 法国将支持他 作为一名保加利亚经济学家 格尔基耶娃在新冠疫情期间 领导了IMF的努力 并将以气候为重点的因素 纳入了该基金的分析中 他在IMF最大的投票成员 美国的支持在被指控不当 影响世界银行 对中国商业环境的排名后 出现了动摇 IMF的领导人 传统上是由欧洲国家 选择的欧洲国际人士担任 目前还没有公开 提出其他候选人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也是你们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些 有趣的新闻 首先 我们谈谈埃龙 马斯克的隧道公司 The Boring Company 这家公司最近因缺乏创新 和工人安全问题 而受到了一些指责 他们的目标 是建立一个连接城市的 高速地下交通系统 但近期的项目进展不顺 并面临工人投诉的问题 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不能否认 马斯克在科技和创新方面的贡献 不过他的行为 确实引起了一些争议 接下来 我们来谈谈 印度的道德领导力问题 根据经济学人的报道 印度面临着一场道德危机 这导致了该国的发展受阻 该国的领导人 忽视了教育 性别平等 和环境保护等公共利益 这使得印度缺乏体面的工作 和可持续发展 该报告呼吁印度的公民 一时发生转变 更加强调 地方政府和公民参与 我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只有当印度的公民 能够真正从经济增长 和社会进步中受益 该国才能成为一个崛起的国家 接下来 我们来谈谈电动汽车的未来 根据经济学人的报道 波兰的尼萨工厂 是欧洲第一个 生产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的工厂 这个工厂 使用了一个模块化设计 可以快速切换生产 以满足不同类型电池的需求 电动汽车的电池 是最昂贵的组件之一 因此 我们可以预见这个工厂的发展 将对整个行业产生影响 接下来 让我们谈谈印度尼西亚的新任总统 普拉伯沃 苏比安托 他在最近的选举中 获得了大部分选民的支持 这主要归功于即将卸任的总统 佐科 为多多的支持 然而 普拉伯沃的经济政策 和人权记录 引起了人们对印尼民主未来的担忧 接下来 我们谈谈英国对香港国家安全法的批评 英国外交大臣戴维 卡梅伦批评了香港提出的安全法案 称其违反了该城市的国际义务 他敦促香港政府重新考虑这些提议 并与香港人民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我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我们应该关注香港的民主和人权 接下来 我们谈谈美国的政治问题 亨特 拜登在国会作证时表示 他从未让他的父亲 总统乔 拜登 参与他的任何商业决策 这引发了一些争议 一些共和党人 试图寻找证据证明 拜登从家人的商业追求中获益 或者扮演了某众角色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但我们应该记住 每个人都应该被视为无罪 直到被证明有罪 接下来 让我们谈谈民主的问题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 民主的吸引力正在减弱 虽然戴意志民主 仍然是最受欢迎的治理体系 但对民主的满意度正在下降 调查还发现 对更加威权主义的政府形式的支持 正在增加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我们应该思考 如何保护和推进民主价值观 接下来 我们谈谈国际关系 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的一番言论引起了辩论 他表示不排除派遣西方军队到乌克兰 这一言论显示了西方盟友之间的分歧 以及北约盟友在保护乌克兰问题上的限度 马克龙的言论可能是在他在国内处于孤立无援的情况下 寻求重要性 但这也引发了对于乌克兰和国际关系的一些担忧 最后 让我们谈谈一些较轻松的新闻 动物权益组织PTA最近声称 从扎尔斯国王那里解救了三只赛哥 并呼吁停止这项运动 这引起了一些人对赛哥运动的批评 指出它是一项残酷的运动 我们应该关注动物福利和保护的问题 接触于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新闻内容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信息和思考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问题 欢迎留言和讨论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并不足